走咯 走咯 今天240到手了 咱们出来干日节都是节的现金 每天下班就给钱 比月薪的钱来的快 窗户咱就不关了 因为这几天不下雨 早上我来的时候 他这个窗户也没有关 对讲机也不关吧 空调 空调关一下 天太热了 这个天不开空调真的受不了 ok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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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瓶子 这边全是瓶子 看到没有 全是瓶子 你们见过这么多瓶子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凡仙 塔雕下面的瓶子到底能不能捡 能捡不能喝 这个塔雕上面堆了差不多30 40个瓶子了 全都是啊 里面还装的有水 但是呢 千万不要在塔雕上面捡这个啊 再口口都不要捡 这个东西不能捡的 在网络上呢 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塔雕下的冰红茶千万不能捡 就这种啊 你看 颜色呢也是冰红茶包装也是冰红茶 而且就喝了这么一两口嘛啊 就喝了这么点就扔了 是不是很可惜 然后呢 这里还有茉莉蜜茶 还有绿茶 还有什么体质能量啊 矿泉水这些茉莉花茶 多的很啊 塔雕上面也多 塔雕下面也多 但是就不能简直喝 夏天的时候再口口都不能喝 塔雕下面呢 也是啊 一圈都是这个 一般情况下呢 塔雕司机 上了厕所之后呢 都会把这个瓶子给扔下去 当然呢 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啊 没有工人了 下班的时候的那种情况 那这个驾驶是外面的挺宽敞的啊 可以堆很多瓶子 那司机就这样堆在这里也没事啊 等到到时候拆塔雕的时候呢 把这些瓶子全部给弄下去 你看 矿泉水都是带颜色的啊 我平常呢 在塔雕上面呢 都是喝的开水 因为买这些饮料实在是也浪费钱 然后从家里面带开水呢 是 比较经济实惠的一种做法 所以说呢 我们就没有这个瓶子用来上厕所 像我开长期的塔雕呢 都是直接在上面装一个桶啊 比如说这种的就可以 或者装一个那种桶 小桶 这下呢 你们应该明白 为什么塔雕下面的冰红茶不能剪了吗 实际上不光是冰红茶 它只是在那个年代啊 冰红茶比较流行 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实际上塔雕下面所有的瓶子都不能剪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